台美双边关系无论在安全上 乃至于在经贸上的进展 国人都有目共睹 像是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协定的签订 对于台美经贸 对于台湾各领域产业 均有相当的注意 协定也成为很多国家 希望深化与我国经贸关系的重要范本 台美关系稳健发展 至于IPEF 台湾也会持续争取参与 国民党三位立委候选人的说法以及反应 反倒是凸显了国民党对于经贸议题 与台美关系的陌生 这份政府间传递的讯息 涉密文件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为何非法揭露 有无变造扭曲的可能 我们要求三位向相关单位 以及社会大众清楚说明